印度主食,麦香,蔥香,香料香,超级的香 我以为我之前做过,但是翻了翻好像没有 做法特别的简单,今天必须要教会你们 可以做的硬脆一点,切成条当零食 也可以做的稍微软一些,做卷饼 卷菜蘸咖喱都可以 尤其是这样切成条做零食 糖量很少,薄薄的也不蘸肚子 建议你们追剧的时候吃 再来炸一个葱油 揉面刷饼都是需要这个葱油的 切点洋葱丝 然后油盖过洋葱丝就可以了 冷油冷锅 小火一直把这个洋葱给它炸到焦黄的状态 趁热把炸好的洋葱压一下,油沥干 接着再来做一个洋葱碎 这个洋葱碎特别的提味,一定要做 囊里边加上这个洋葱特别的清甜 比干葱好吃啊 小火来煸炒洋葱,加一点盐 盐可以吸出洋葱的水分 这样炒干后的洋葱味道会更甜 炒到这种洋葱比较散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给它晾凉备用 接着我们来揉面啊 中筋粉加上盐 不需要高筋粉了 那咱们记得这个盐不要和酵母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先把盐和干粉混合 中间加水,糖和酵母 先搅和液体部分 把酵母糖融化掉 然后再慢慢的剥面粉 这个面团是比较好揉的 它稍微软一点 但是又不是那么粘手 因为食材比较简单 并且这个使用家中的中筋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用高筋粉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高筋粉做出来的囊会更有嚼头一些 更有韧性 吃起来更费牙 粉和面稍微拌匀以后啊 再把葱油加进来 葱油就是刚才我们炸好的亮凉的葱油 然后把葱油给它揉进去 因为是中筋粉 面团会很绵软 揉起来也不累手 稍微搓一会儿 当你感觉到面团有点粘手了 看不见干粉了 你就可以开始摔打一会儿 摔打也不需要时间太长 摔打到表面光滑 这个面团不需要揉到任何的膜 就是表面光滑 然后给它室温发酵到两倍大 我发酵了大概40分钟 如果你的室温比较凉呢 你可以稍微多发一会儿 发好的面团 给它稍微拍扁一点 平均分割成五份 每一份大概是103克 因为面团发好以后会更加的软 那拿的时候也要小心 不要使劲的去捏它 咱们先给它松松的滚圆 简单的松松的滚圆 下一步还要包洋葱馅 这不太紧的话 馅就不好包了 再从第一个拿起来 接口朝上按扁一些 把洋葱大概包进去七八克吧 包的时候啊 很好包啊 这个洋葱馅你不怕它粘在外边 那即使是粘在饼上也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大概给它包成大饺子形状 然后把接口朝下 滚一圈面粉 因为这个面团还是比较软的 滚一点面粉呢 放起来才防止它粘烤盘 然后把它放进一个盘子里 冷藏 至少去松弛15分钟 也可以把它隔夜第二天再来做馕 这个印度馕呢 新鲜的时候特别好吃 所以你什么时候吃 再把它拿出来 去烙饼也行 然后用烤箱也是可以的 我们用两种整形啊 先做一个三角形 给它稍微擀的厚一点 做出来的饼呢会更软 擀到差不多成三角形状 我们再用手啊 去给它拉伸一下 不要从头擀到尾啊 因为这个小饼呢 想让它有手工的囊的这种口感 那么你就要用手啊 去给它多拉伸 这样拉伸出来的小饼呢 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 有的地方脆 有的地方软 吃起来会更有趣一些 表面刷上葱油 也可以刷黄油啊 都是为了让馕更香 今天还可以用到这个 意识香料 把意识香料撒在表面上 再撒一些干烙碎 葱油 干烙碎 还有意识香料 可以让馕味道更香 接着啊 来做下一个整形 把它擀成 长条形 然后这个饼呢 再擀稍微扁一点 它就会做出来的口感 是更脆的口感 擀肠之后拉伸到大概35到40厘米 糖吧 如果你想吃软的饼可以发酵40分钟 想吃脆饼呢就发酵20分钟 风炉220度烘烤6分钟 平炉大概是230度烘烤8分钟 这个囊呢现在算是半发酵的面团 如果你想吃稍微松软一点的 你可以把酵母量稍微添加一点 大概300克的面粉 添加到3克的酵母 它就会更松软了 中间这个洋葱碎啊 炒软以后特别的清甜 你可以试一试 那我也试过了 用大蒜切成粒去炒 做蒜碎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大蒜呀 很容易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它炒蒜碎的时候 容易变苦 那么它没有洋葱那么好把握 所以呢 我建议你还是先试一试洋葱做的 这个口感 印度囊非常简单 但是吃过就忘不了 在家做一下 比你爱的味山尼做面包 焦焦焦焦焦吧 下期见拜拜 下期见